大家好,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一个PVC薄片上面印那个二维码的一个操作 首先将这个产品放到平台上面之后,我们把平台上传到最高 我们这个是有一个自动限高的一个功能 当你上传到最高的时候,它就会亮红爆紧,然后就不能再继续上升 上到最高之后,我们按下连接键,机头会自动复位 然后自动检测高度,调整打印的高度 然后前期准备工作完成,然后就到电脑上面发送打印任务 这是进行一个位置调整的一个设置 这里进行的是一个打印机相关的一个设置 端口,这是打印机设置,端口的设置 然后是分辨率的一个设置 我们要是40的,然后单双向打印 然后这是一个颜色相关的一个出目量的设置 我们通常这个设置一般是1440的情况下的设置在10%到15%这样子 然后下面这个是一个曲线 可以这个颜色曲线可以调整这个颜色的偏差这些问题 然后这是一个白墨的相关设置 有分全部填装白色 然后部分就是在颜色的地方填装白色 这是一个白色的预览效果 还有一个就是根据图案深浅填装白色 它会有一些相应的没有 因为这个是比较单色,可能看不出区别 我们这里设置的是应该是一个全部填装白色 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好了之后 就可以发送打印任务 在这里如果是需要打印白底白墨和彩墨的话 就在这里设置 这里需要打印白墨的话 在这里打印出白墨设为1 然后彩墨需要打印的话再彩就设置为1 因为我们这个是需要打白墨跟彩墨 所以同时都设为1 然后点击打印 然后任务就发送就可以了 机器在准备中 好 还是打印了现在 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打印所有的那个平面产品 不单单是这些 几乎所有材质的平面产品都是可以打印的 现在正在打印的是一个白墨 铺子 铺一层白墨 铺一层白底 现在白沫已经打好了 打完了最后 我们再按连击 复位进行彩色的打印 这个中间不需要再去动电脑了 最后我们可以同时发送多份打印任务 这个很方便 然后我们按下这个表示里面还有任务 因为我们还有彩色任务 然后按下这个卡指尖 它就可以继续进行打印 现在是进行彩色部分的打印 我们这个分两面打印的话 我们这个机器能做到就是 重复打印不偏位 你重复多少次打印 它都可以在一个相应的位置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软件是一个RIP软件 是一个白色跟彩色分盖出的一个软件 我们这个机器的话也是支持白色跟彩色 同时喷的 那个是另外一个付费软件 蒙泰 可以做到白彩同出 可能有些客户需要考虑到打印效率的问题的话 不要需要那个白彩同出的软件 那个也是可以的 好 现在彩色已经打好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效果 是非常清晰的 嗯 现在就已经打印完成 谢谢 谢谢